顾长山一场重病,让我们看清了顾家的这些孩子们 顾长山没有白养他们,在顾家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在拼尽全力帮忙,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那股满满安全感让人动容 都说人越长大越过得不如以前快乐 顾家的这些孩子们,随着时间不再是年少无知,他们身上开始有了责任,有了为之奋斗的动力,这也意味着他们最后有着各自不同的结局 那么,接下来结合影视剧,为大家提前聊一聊,父辈的荣耀主角们结局,喜欢的朋友们一定不要走开,相信会让你们收获满满 顾兆成离婚 顾兆成打从来临场第一天,就喜欢上隔壁风风火火的凤霞 顾兆成从未奢求过能娶到凤霞,当得知凤霞被夜总会的人欺负,他第一时间站出来照顾凤霞,丝毫不在意临场人对凤霞的指指点点 欣然成为冤大头,答应了凤霞的求婚 对凤霞,顾兆成一直觉得亏欠,他认为自己碌碌无为,一无所有,能娶到儿时的理想伴侣,是极大的幸运 所以,婚后顾兆成一直迁就和宠爱凤霞,结婚十年没有孩子,顾兆成也没有任何的怨言 可惜凤霞学不会不满足,喜欢和别人攀比,总在幻想过上城市人的生活,成为人上人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外面,凤霞对顾兆成从未有过好脸色 总以命令的语气要求顾兆成干着干哪,做任何事情也从未和顾兆成商量 因为顾兆成为了给父亲看病,僵养了多年的露脉了 凤霞一气之下打掉了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 一个人的迁就和忍让是有限度的 顾兆成得知孩子被凤霞拿掉,内心充满了恨意和无奈 他的不知所措无处安放 他以为有了孩子,就可以和凤霞安安稳稳生活 凤霞的心就会待在这个家里 可是凤霞终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 他握不住凤霞的人和心 而凤霞永远不会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问题 随着时间,顾兆成和凤霞有了隔阂 他奉任凤霞,不再在意凤霞的任何举动 彻底给了凤霞自由 在凤霞执意去大城市打工 顾兆成提出了离婚 顾兆成长这么大 从未自己做过任何决定 唯独这次离婚 他不想再委屈自己 这场势均力敌的婚姻 他投降了 凤芹选择回村当村官 凤芹读书,是为了能改变命运 凤芹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 亲妈嫌弃他 而真正对他好的人 却和他无任何血缘关系 他从小以二哥陈兴杰为榜样 理解了何为人生价值和理想 凤芹最大的优点 是懂得满足和感恩 在考大学的时候 他选择了最便宜和离家近的大学 他希望长大后的自己 能为家里尽一份孝心 在大学毕业后 凤芹做决定回林场 成为林场的一名村官 留在顾长山的身边 在凤霞心中成为村官 就是实现他的价值和理想 说实话 凤芹一直很让人心疼 特别是小时候 一看到亲妈来家里接她 她就会躲在角落里不赶出来 这么多年 凤芹的爱都是顾家给的 她的每个快乐都有顾家的记忆 而亲妈的参与少之又少 陈兴杰说过 走出林场才发现 自己没有了根 心中那种不安 促使着无法安心待在城市享受繁华 只有家才能使让她成为安心 相信凤芹也是这样的感觉 才会放弃那么多机会 回到林场 陈兴杰成为企业家 能让陈兴杰回家 最大的原因是顾长山 顾长山半辈子都在林场 如何让林场的村民们过上好日子 是她最大心愿 大城市的生活 陈兴杰倍感不适应 她不愿意低三下四的求人 也不会阿谀奉承的八戒领导 她在职场就像个怪人 和别人格格不入 她努力过融入 却发现终究不行 陈兴杰清楚回林场 一定会和妻子林晓晴产生矛盾 可是她的心已经不在城市中 与其的自欺欺人待在大城市 只会让她在现有的环境中备受折磨 陈兴杰不是能忍受将就的人 她最终不顾反对回林场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顾长山得知陈兴杰回来 感到心累 她看着陈兴杰创办公司 找投资 在顾长山的后半生 陈兴杰给了她安全感 在最后的大结局 陈兴杰研究了碳资源和农产品 将林场推向了市场 解决林场的就业问题和经济问题 成为了林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我们总问让孩子出去读书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想应该是让孩子们 除了用知识改变宁月 更是希望孩子们能不忘的 记得自己的根 能为了家乡出一份力 不负这片土地的养育之恩 成为父辈的荣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